Hello 大家好 我来了 我现在是来到了东北 我今天就准备去滑雪了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 我这期都带了些什么吧 首先呢 是我的两双鞋 单板鞋和我的双板鞋 我自己呢 滑单板滑的比较多的 在两年前因为觉得双板的雪服特别好看 特别优雅 然后就入坑了双板 但是呢 没有特别的掌握这个双板的技巧 然后是我的手套 单板的手套 大拇指是分开的 然后其他是一提 这个是双板的手套 拇指分开的会更加方便拿雪杖 然后这个是一个内板 素杆的面料吧 我会带一层这个在里面 外面这个手套就不会湿 然后帮助我保温吧 然后这个是我的护脸 面部这边是有两层 它不是很为我的脸 我的素杆买的是最最最最最薄短的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胖 分享一下 我刚刚开始化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素杆是什么 然后我就穿的冬天的那种棉毛衫 然后我想说都一样吧 就是贴身穿的衣服 结果出汗了之后 就整个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 然后就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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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冷 开始我还不知道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大家都不冷呢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就是大家都穿了素杆 不会一直湿乎乎的在后腿上特别冷 接下来是我的袜子 也是特别厚的 长到膝盖这边 带了两个头盔 一个白色的和一个蓝色的 搭配着学服穿 不管是初学者还是比较久的老手 都一定要记着在头盔上学到 在关键时刻真的是保命装备 一定要谨记 我们继续 带了两副眼镜 一个是透明镜片的 万一要花夜长的话就可以带了 还有一个是白天带的 它还有一个替换镜 阴天的白天可以带 希望不要遇上阴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的护具 我的护具就是比较普通的硅胶垫 它是没有D3O的这个材质的 但是因为我单版的话 主要是滑衣顺的刻滑 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我不太需要一个 像玩公园或者玩平花的人 安全气数特别高的互助 最后就是一些杂物 我的防洪贴 止痛的滚珠 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 然后第二天起来 就会觉得好很多 这个是我的小小工具 我会自己平时会调我的固定器 最后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带的雪服 这个是一件抓绒 我会先穿一个锁干 我们再穿一件抓绒 然后是一套单版的雪服 它是一个套装 是一个背带裤 这个是一个双版 里面是一个紧身衣 然后带着帽子 它外面是连了一个 羽绒服的外套 就是看起来就特别暖了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